生大的生活从食衣住行 他在家里的时候是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然后呢 点心有好几样他就一次买好几样 可是呢出家就是 两种口味你只能取一种 他就是让你只能 在那个当中去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 然后不能再像以前 你要吃什么就拿什么 要吃多少 甚至你不想吃那么多 可是你又拿更多 他会让你有这样的谨责 然后他这边有话穿衣服啊什么 以前在家里要去穿衣服啊 可是呢现在都不用了 就同样一个发型 然后鞋子呢 我要100双的鞋子 我以前在家就是 现在只剩三双 拖鞋 伸鞋跟球鞋 以前真的鞋很多 然后呢以前出门最讨厌跟人家撞衫 现在365天都在撞衫 都穿一样的 因为在生团的 生团就是生团提供的 所以我们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都一样 然后他这边就会介绍 大家听完这个 今天的讲座之后 再去看会很有意思 然后他会介绍你的观念转换 以前是一直自己的价值 是必须要受外在的肯定 可是呢 当你接受这个生教育之后 你会知道自己要接纳自己 自己的状况只有自己知道 我们不需要透过外在 你看他这边就有话 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次